在这代言中呢,我们要判断的是 如果说AB两栏都有资料的话 则C栏我们希望的是出现YES这个字串 就YES在这边 如果只有一栏 A栏有资料,或者是B栏有资料的话呢 我们则在C栏出现的是NO 那不知道这个函数要怎么写呢 这个函数要怎么写 其实上来讲,这个有很多的答案 因为它是纯数字的 所以答案蛮多的 我们切到ECL这边来看 第一种,用乙符 这是大家最常用的,就是什么? 乙符 A2乘上B2 注意到啊,A2是数字 乘上B2是数字 结果,数字相乘会怎么样? 还是数字啊,所以它是Tree Tree代表什么? 真的啊,就数字相乘嘛 这你懂我意思吗? 1乘1也是1啊 还是Tree Tree就是1 然后呢 Tree的话要显示什么? 显示yes嘛 Face才显示no嘛 所以它是干嘛 显示的就是什么? yes 然后到了下面这一个词就好玩 来了,什么玩意? 注意到A3 123乘上B3 B3是多少? 0 所以就Face 就变成干嘛? 是0啊 不管任何数乘0就是0啊 0的话就是no 所以它秀出来是0 所以它秀出来是干嘛 是no 这个也一样啊 0乘以任何数字还是0啊 所以就no 那最重要一点啊 一般来讲这种做法的人 很多人不太习惯 常用的一种做法是这种啊 and 什么叫and 两个条件嘛 第二个条件什么? A2等不等于空白? 不等于空白 B2也不等于空白 那我就什么? 出现什么? yes 我就在以符这边说干嘛 两个都不是空白 那我就是yes嘛 就是代表有资料 那我一讲两个中间有一个是干嘛? 空白 我就是什么? no嘛 no and 是要两个条件都要成立嘛 那万一家只有成立其中一个 当然就另外一个就不成立嘛 所以就变成no了 那用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 它直接这样公式复制也可以 所以最常用的是if if 但是有这种偷积法 什么叫偷积法? 用这一个 CHOOSE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这函数我要给各位说明的 用这函数有什么说明的? 有哈 index number 就是说你的所影值 所影值是几 它会对到value多少 所影值是1就是value1 所影值是2就value2 那现在重点来咯 a2乘以b2 是不是是数字4 有没有大于0 一定大于0 大于0那就是什么? 真的 真嘛 大于0就是真嘛 真的话就是1 1加1等几 2 所以2是什么? OK 那万一假如说今天 假设他的答案的时候 注意到 万一叫你万下仪式 注意到你第二个 第二个 C3这一格的时候 a3乘上b3 A3乘上b3 123乘0等于0 所以0 这是0值 0加1等于什么? 1 1的话就是什么? mO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给他什么? mO no 有没有 就出来了 税务只要把公司关一下扣笔就知道 其实上来人就很清楚 都可以扣嘛 答案 那这是利用什么? 利用 CHOSE 这个函数的一个特性 算出数值来对应到他的第几个值 来用的 那一般很少人 这样子 这个 提供给 大家参考而已 大家参考 第三种是用index index 来了 index就是说 基本上呢 我们把它当正列 我有一个正列 第一个是MO 第二个是OK 有没有 那这个情况来讲呢 注意到了 一样的问题 law number 就是什么? 因为你是正列嘛 第一列 第二列 那A2乘以B2 是不是大于0 是 是大于0 所以就1 1加1等于2 所以第二列是OK 那万一假如是说 1加1 不是1的话 第一个是0嘛 因为它是index有这个 第一个是干嘛 这边注意到 A3乘B3 又来了 有没有大于0 不是 不是就flash 就是0 0加1.1嘛 所以1就代表什么 第一列 NO 用这种方式去作业 这都是一种方法 然后第四种 lookup lookup 什么意思 很简单的 这些都是属于用正列的算法 来算 就是干嘛 把A2乘B2大于0 把A2乘B2大于0 变成一个什么 正列 注意到它是几 是1 因为你是真的 所以它变成1 1去干嘛 去找 01里面的1 变成一个 大概21 以前的1 2 接下来 我也有人 essa 它就变成這個 他用 flirt 2 2 然后去找0在第几格?第一格 第一格,所以传回来的那个范围里面的第一格是NO 那我就传回来NO,就这样子 所以他这个地方也是用什么,就像 蓝天员都是在用 A缆乘上B缆是否大于0 他的逻辑值来对应你要传回来的资料 都是前面教的这些方法都是用这种方式 你看一下 看一下